歡迎歡迎開市錦浪環子鑑 坐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政圈市務總監 國師治郭Sir 郭Sir你好 你好 郭Sir,見到國市 今日做得非常好 現時恆指升433點 到20480點 升超過2% 其指方面升465點 高水26點 國企指數升264點 到9744點 成交額方面暫時有88億多 見到ADR的走勢 今日都已經見到 在美國方面的表現都做得相當不錯 見到無限量的QE出來之後 會否推高港股的成交量 恆指方面是否繼續有得升 其實在這個節目裡 我們早已說了一件事 在資金主導之下 短期後市的走勢 將會逐步向上穩高位 其實2012年的低位是6月4日 18,056點 來到現在這一刻 很明顯是一浪高一浪的形態 已經出來了 因為今天列毆的高開 指數現在去到204,876點 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我們一直強調 當指數能夠成功突破 8月9日的高位20,38點之後 目標就直指 今年5月7日遺漏下來的下降列口 列口的底部20,674點 列口的頂部20,061點 其實一直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唯一要說的是 9月份其實 幾陣連環的上升 遺留了今天第二個列口 第一個列口是19,216點 去到19,404點 有268點列口放在這裡 今天又再來一個列口 又在這裡 好像8月份 都曾經出現過三個上升列口 之後真的要補回列口 現在去到9月初 又再出現同樣的情況 我始終認為 如果成交量是足夠 譬如這樣 700億、750、800億 這些列口 留待以後再解決 先走上去找高位 但是如果這個成交金額 不是那麼配合的話 不排除後一個階段的市 在技術回討之下 是會略為回補的 不過不要緊 形態已經定在這裡 因為以今日的指數 到現在來說 已經漸漸升離了 10、20、50、100和250天線 即是已經離開了 就算你回補口 下來的話 也不要緊 西頭還是向上走的 我覺得 最關鍵的是 今個月是2012年第3季的季節 很可能一些持有 一些資產價格在手 即是股港股票 相關的基金 是會略作粉飾 但是最關鍵的是 如果拿著現金比例仍然高的基金 頭痛了 真是你不知道追好還是不追好 你不追 去到月底就跑輸大市 你追 你就打虧了仗 別人已經走上來了 所以真的是兩難 但是不要緊 最關鍵的是第四季 如果你追得對的話 其實問題也不是那麼大 跑輸少許 總比跑輸一大段 所以逼令基金 會等機會 每一次回落 去買 問題就是 每一次的回落 底都一級級向上限 如果你是錯失了6月18,056點賣 去到第二個低位 已經去到7月25日18,710點 如果你還不買的話 9月初 還有一個低位給你看到 是19,076點 你再不買 對不起 沒有機會 市已經走上去了 你想想 在低位一點點就走上去 即是 市裏面的貨 是不斷流入強者手 如果大家可以問問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詳實 有沒有和黃 有沒有新地 大部分強勢籃籌 省戶一般都沒有 可能一些內銀股 中人壽 或者其他 還是被綁住的股票 都是不少 但是 每一層股市的上升 一定有一個板塊 帶領市向上行 這一次很明顯 就是籃籌地產股 長實 新地 行地 這一類 因為實際上在超低息的環境之下 美國再無限期地 每個月 400億的資金 注入市場 就會引發到 龐大的靠邊站 靠美債的資金 是會翻出來的 由於 資金過剩 資產價格一定會上升 所以迫令一些 看得比較保守的資金 都要加進去追貨潮 還有一件事 勾債的問題 去年今日 去年9月份 我沒有記錯過 當月 是由 9月1日的20975點 跌到16999點 跌足3976點 去年9月份 今年的9月份 反過來 先低後高的形態 關鍵在哪裏 歐債的問題 一直以來 我維持的看法 歐債 不容易解決 除了 量化貨幣 印鈔票 否則不可能解決 第二 歐債是不會爆的 因為 根本上沒有上門的層家 你拿著歐債的債主 你經常說爆話爆話爆 一爆了沒有錢還給你 難道你會開心嗎 反過來 債仔如果再借不到錢 就沒有法子營運 因為分別在哪裏呢 個人如果借不到錢 你唯有申請破產 還不到錢 一間公司 你借不到錢 過渡不了 你就結業 就倒閉 商業社會 這些司空見慣 但是 是一個國家 就算我今天說沒有錢還 明天是沒有錢還 後日 這個國家還在 這不是單止是一個 債務的問題 如果你去到那個環境的話 可能 國家會亂 都牽涉到一些政治的問題 大個環境大個氣候 不讓 歐元解體 因為 歐元不解體 符合各方面的利益 你既然 你自必然就是 不會有機會被他違約 即是不會破產 你不會破產 不會違約 你就 一定要想辦法 去解決 歐債核心的問題 雖然到現在為止 仍然未有一個 具體的方案出來 但是 歐洲財長已經說明 是不切上限 去賣他們的債務 令到市場 就覺得 我就算持有你的債務 或者債券也好 我都不需要擔心 你違約或者沒有錢還 就行了 市場是講信心 況且 國家和國家欠的債 10年20年30年50年 80年都行 有什麼所謂 長命債就長命還 整個國家放在這裏 難道會跑掉嗎 大家看這件事情 不要單單用金融的角度去看 公司和公司 和國家和國家是完全不同的 歐債問題 其實已經改善了 也釋除了市場的疑惑 你只看歐元的匯價 現在差不多130也見了 美股也破了頂 因為聯儲局 不設上限 沒有限期 每個月400億 注入市場 美國的經濟 歐債問題已經釋除了 剩下一個不明朗 就是 中國 但是我始終認為 中國的經濟 是 真是下限的 這是不需要爭辯的 但是 不會硬著陸 只會軟著陸 換句話來講 以龐大的儲備 是可以 抵擋 這次的風潮 唯一 控制不了的 就是出口 但是現在既然歐洲和美國 漸漸走出谷底 你的需求會放大 所以出口那一刻 慢慢慢慢都會 慢慢走出 最壞的一刻 至於 低增值的加工生意 就沒有辦法 人家 柬埔寨 一個人工 是1000元 100元美金一個月 內地的工人 我據問 沒有 2500元樓上 你留不到工人 包著吃包著 3000多元 那是600多元 這邊是3000多元 你一對四一對五的 你的競爭優勢 不夠人來 所以 一些高增值 的生產 是可以 繼續 運行的 但如果一些低增值 很簡單 很簡單的工種 我相信 就無法止營運 不過不要緊 龐大的基建 和 樓房的發展 會進一步 拉動經濟 刺激需求 製造增長 亦有助消費 剩下的就是 A股 A股 最關鍵就是 8月10日的高位 2177點 能夠攻破的話 連A股都可以回佣 港股 不能停 繼續向上穩高位 謝謝郭Sir 這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郭Sir 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有持有 沒有 我持有內銀股 謝謝 稍後回來 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 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 來幫我們 稍後回來見